台湾的薪芝水平已经退回到16年前的水准了 但现在还是有七年级生很厉害 短短四到五年之间 她年薪已经来到了500万 个头娇小在人群中恐怕很难注意到她 但她现在有一个称号 就是王品集团旗下最年轻的分店店长 中间会很挫折 因为我不太会去做手续 后来就是一直重复了一句话 可能就是喊了十次 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其实从第一次到第四次 其实发现原来我的声音 原来真的可以这么大 今天你是受薪 今天还是随便 有礼物吗 我没有带券 幸运快乐 那等一下 礼物吗 没有问题 不理会客人刁男始终保持微笑 他是王伟 七年级末段班 今年才24岁 在王品待了五年 一路从实行105元的工读生 做到现在月薪7到8万的店长 平均一年就要通过一个集团旗下 升等考试 而类似的成功案例 还有他 大家好 我是龚泽 龚固客户财富是我的作用 每第一张名片就要喊一次作用名 让自己从一见面就让客户留下印象 他是龚泽民 富邦人寿最年轻的处经理 同样是七年级生 今年才27岁 入行三年就从最基础的行销专员 升上处经理 现在年薪超过500万 靠的同样是毅力和努力 回到家两三点隔天八点半一样准时上班 我大概休息的时间就是我礼拜五回到家 那会好好的睡一觉 可能到礼拜六的早上 不会跳脑中 起来之后我再继续工作 大概这样持续了一年两年三年 我要不要买一套好一点的雨衣 我记得那时候没有钱的时候 那雨衣大概800块吧 是我考虑了半个小时 龚泽民坦言因为学校一毕业就替家里背负 每个月6万块的沉重房贷让他不得不比别人努力 七年级生逆尽生存 要证明自己不再是别人眼中的草莓族 PP767 跳跳跳 三立学员林苏明丁心眼看不到